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灯 赌颂者 心音 秀曰 他得无师之志 身物尚成 无不如也 神秀大师知道他的弟子在批评六祖 于是 他为他的弟子开示 叫他们不要嘲笑六祖 而且 他公开在他的弟子面前赞叹六祖慧能约 他得无师之志 身物尚成 无不如也 尚成即第一异地 即实相 即真理 我们悟到的真理不透彻 我们常常悟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不够透彻 我们应该赞叹神秀大师 他公开讲 我不如会能 这样的胸襟 真的是不简单 我也相信他后来开悟了 因为从他个人的道德 人格的修为 他真的了不起 你现在随便到一个地方学佛 你很少听到你的师父会赞叹别的师父 因为他们担心 当我赞叹假 你就会跑去跟假学 当我赞叹乙 你就会跑去跟乙学 无师之志等于佛的智慧 现在的长老也不容易说他不如谁 一般会客气说别人也不错 你当诚心地说 我们不如别人 不要讲不出口 菩提智慧本来就有 所以不需要别人教 这样的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 如果智慧是透过学习而来的 并非从内在所展现的 那种智慧不高 六祖慧能跟红仁有师徒之缘 但是这样的因缘很短 他住在黄梅八个多月 但是红仁为他讲佛法 只讲了几个时辰而已 无师之志 及他已经开发他内在的智慧 你们常常都希望别人讲给你们听 你们常常想看经典 别人讲出来的智慧 不会变成你的智慧 经典的智慧亦是如此 如果没有内化 永远不会变成你的智慧 最怕的是 师父说他的 你听你自己的 经典说他的 你还是听你自己的 经典归经典 我归我 这就是学佛最大的挫折 你读那么多经典 经典说什么你都懂 但好像你跟经典都不相干 这是学佛很大的挫折点 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挫折感呢 你当初在学习 你的心态就不对 经典里面所讲的主角 其实就是自己 不会读金刚经的人 他是第三者 他看到须菩提跟世尊在讲话 他自己只是局外人 如果你会讲 如果你会读金刚经 你就是须菩提 所以世尊是在对你讲话 如是我闻 我不是阿难 而是我自己 所以当世尊为你讲法 如果你前面的话听不懂 后面的话就不要再念下去了 你就要说 世尊等一下 我听不懂 等一下 即你要自己去思考 你不要装懂 你这样读经典 就相当有趣 我们在上课 算是在聊天 你跟我聊天很快乐 下课之后 你要找谁聊天呢 你可以找世尊聊天 你看佛经 不就是找释迦牟尼佛聊天吗 你看谭经 就是找六祖聊天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不可能无聊 佛经没有无聊二字 这样读经典 你就会乐在其中 你也很容易懂 你会感同身受 很容易进入状况 所以读谈经 我们不断地跟六祖在对话 不懂 要思考 要体悟 你不可以依赖经典或师父跟你讲 而没有办法发掘你原来的智慧 你的般若之至 你自己要去体悟 问候思维 你知道如何与经典谈心了吗 这样子 对